根據日內瓦州大議會秘書處的信息 這項中瑞協議自2015年簽署將於2020年12月到期 目前瑞士聯邦正在談判協議的延期 8月23日瑞士日內瓦時報報導了這項協議 即是瑞士允許中共安全官員進入瑞士 追查沒有合法身份的中國人 目的是將這些人遣返回中國 瑞士官方說該國與63個國家有這種行政慣例 媒體將它曝光後在瑞士引起較大反響 為此以柏特·里克·迪米耶議員為首的 20多位日內瓦州大議會議員提出反對 最後日內瓦州大議會以52票通過 21票缺席和1票反對通過了題為 中瑞關係不符合偉大民主協議的反對提案 日內瓦州議員在反對提案中鄭仲表示 中共不尊重人權 對信仰人群好像法輪功修煉者 少數民族維吾爾人進行不斷迫害 故此要求瑞士聯邦停止和中共 續簽侵犯人權的協議 信仰人為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